2月20日,中国著名内科学及代谢内分泌学专家、医学遗传学家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教授武汉文在长沙市市享年94岁 近日,武汉文的追悼会在长沙市明阳山殡影馆举行,并根据武汉文生前遗嘱要求,将其遗体捐献给中南大学乡亚二医院 1925年出生于香港的武汉文,早年就读于湘亚医学院,毕业后他选择留校工作 作为湖南内分泌学科的创始人,从168年以来,武汉文在内分泌及医学领域内供获三项国家级科技进步成果奖 15项省部级科技奖,主编、参编、医学及其他书籍共计165顾 发表论文401篇,由他奠基的湘亚代谢内分泌学科也成为国内重点学科 据武汉文妻子吴海秋会议 住院前,94岁的武汉文每周四都会去湘亚二医院的门诊部给患者看病 且风雨无阻,他也是目前国内在港年龄最长的代谢内分泌科医生 作为武汉文的学生,现任中南大学湘亚二医院院长周志广告诉记者 武汉文医生做事严谨专注,对学术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推敲 他最常说的这个话就是 我们总是要找到这个疾病的 它是怎么发生的 是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总是要想方设法 去找到它治疗的办法 他总是非常善于思考 阅读大量的文献 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去想办法 就是要解决病人的这个痛苦 20世纪50年代 中国的工业发展已经出去规模 工业病出现增多的趋势 当时的炼签毒工因长期吸入签征器 导致签中毒 看到工人们承受这种职业病折磨 武汉文下令决心研制能够治疗签中毒的特效药 为检疫药物疗效和安全性 药物配置好后 武汉文决定以身试验 在刚刚建国之初 因为那时候大链钢铁 一些这些签 这些中毒的情况 那么吴老师也是在工业病学这个角度 那他找出这个办法 他找出这个办法 他自行这个治疾以后 他自己先来试用 来看这个毒妇反应 所以这种例子在吴老师身上都是很多的 早在2018年12月 因恶性淋巴流复发的武汉文 在病床前立下遗嘱并宣称 去世后希望将遗体捐献给中南大学乡牙二院 为科学研究及教学所用 追到会现场 武汉文生前的同事和学生 都向记者表达了对其的思念之情 吴老师这种奉献 奉献为功 医生为功 无私奉献 坚持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永远怀念着吴老师 吴老师在每次查房前 都要准备检阅最新的文献 根据病人的情况 来了解最新的研究的进展 计划 详别 详别 谢谢大家